1989年 法国精度局年轻的天文学家 雅克·拉斯卡提出了一个震惊天文界的猜想 我们的太阳系必将崩溃 他通过当时运算速度仅有20MHz的计算机 模拟了太阳系的未来 结果发现根本无法预测 一千万年后太阳系内各行星的轨迹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太阳系都不会稳定 一片混沌 行星相互撞击 生命化为灰烬 拉斯卡又用了五年的时间继续完善他的研究 1994年7月 他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 太阳系大规模混沌 这篇论文以其独特的视角和过硬的学术素质 被收录进互联网档案馆 但是拉斯卡的论文并没有引起太多社会上的关注 一千万年后 甚至是上亿年之后 跟我们今天的人好像一点关系也没有 有必要为那么遥远的未来担心吗 但是很快 人们就发现了一个细思极恐的悖论 太阳系自分子云诞生以来 已经有45亿年了 如果说太阳系连一亿年的稳定都保持不了 太阳系应该早就崩溃了 这个悖论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 太阳系难道真的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吗 我们的太阳系为什么看上去是稳定的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要从一百多年前说起 1885年瑞典和挪威联合国王奥斯卡二世为了庆祝60岁的生日 出资举办了一场数学竞赛 竞赛的题目就是 假如空间中有N个星球 在牛顿外游引力的框架下 他们将如何运动 这就是有名的N体问题 这个问题的实质 其实就是太阳系的稳定性的问题 也就是说 在一百多年前 科学家们就开始怀疑太阳系不见得是一个稳定的系统 研究数学问题 通常都是由简入手 逐渐的增加难度 N体问题最简单的形式是两体问题 又叫做开普勒问题 也就是空间中只有两个星球的时候会怎么样 它早在1710年 就已经被瑞士的数学家约翰·伯尼利解决了 这个就是两体问题的两个核心方程 通过质心方程 可以定义两个天体间的亚克比坐标 有了两个天体的初始位置和初始速度 就可以计算出质心在任意时间的位置 通过位移始量运动方程 可以计算出两个天体之间的作用力 只是相对位置的函数 为什么呢 因为两体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 宇宙中不可能只有两个星球 或者说在宇宙刚诞生的时候 也就是世界的初始点的时候 只有两个星球在互相绕着转 这怎么可能呢 这种情况只能在计算机里产生 但是不管怎样 两体问题的解决 对天体物理的研究是一个跨时代的进步 我们今天发射航天器 探测太阳系内的天体 需要进行一系列复杂的运算 源头都是来自于对两体问题的研究 两体以上又是什么问题呢 显而易见就是三体问题 著名的科幻小说三体 说的就是这样一个混沌的世界 在三体人的世界里有三颗恒星 这三颗恒星的运行轨道 在长期看是不可测的 所以三体人居住的星球 一会儿离恒星很近 高温能把行星的表面烤化 一会儿又运行的离恒星很远 行星就完全被极寒给冻住了 所以三体人的生活非常的痛苦 当他们发现地球是个天堂的时候 他们就决定占领地球 然而请大家注意 三体人的世界有三颗恒星和一颗卫星 它们最多只能算四体问题 但是我们的太阳系有八大行星 很多矮行星 卫星和彗星 即便把这些小个儿的天体全部去除 太阳系也是一个九体问题 三体固且都要崩溃 九体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崩溃呢 这就是奥斯卡二世出资2500克朗 举办数学大赛想要了解的问题 三年后 数学大赛一共收到了12篇论文 其中有一篇真可谓是黄黄巨著 最终稿总共写了270页纸 论文的题目叫做 《关于三体问题的动力学方程》 作者叫庞加莱 庞加莱是法国人 他对数学 数学物理和天体力学 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发现混沌系统的人 他比爱因斯坦的工作更早一步 曾经起草过一个狭义相对论的简略版 如果不是因为他56岁就去世了 也许相对论就是庞加莱提出的 因为现代科学分支越来越细 程度也越来越深 一个人深耕一辈子 也只能在一个领域里成为专家了 像庞加莱这样横跨了多个学科 精通数学 物理 天文 以及充满哲学思辨的人 在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了 所以他又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全才 庞加莱在论文中首先说明 相对于二体问题 三体问题只是增加了一个物体 但是难度的增加几乎是无穷大的 三体问题的方程解法异常复杂 不可能得到解细计 因为三体问题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 它的解具有不可预测性 所以庞加莱在论文的封页上提写了下面这句著名的话 繁星无法超越 也就是说庞加莱认为 以现有的人类知识水平 是无法解释太阳系的稳定问题的 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说了 庞加莱几乎什么问题也没解决 是的 就是这个没解决问题的庞加莱 拿到了国王发的2500克朗奖金 获得了数学比赛的大奖 因为庞加莱太了不起了 虽然没有解决三体问题 但他凭借着这篇论文和其后发表的三本天文学著作 以一己之力奠定了现代天体力学和动力系统研究的基础 可以说庞加莱是开山始祖一般的人物 正是在庞加莱的影响下 科学家开始提出了解决三体问题的简化版限制性三体问题 什么叫限制性三体问题呢 就是在三个天体中有一个天体的质量与其他两个天体的质量相比 小到可以尽于忽略 这种三体问题就称为限制性三体问题 我们再拿三体这部小说举例 小说讲的三体世界叫半人马星系 是距离地球最近的恒星系离地球4.24光年 由南门2A 南门2B和比林星三颗恒星组成 但是近些年人们发现半人马星系的三颗恒星 并不是混沌的三体世界 而是一个限制性三体世界 南门2A和南门2B这两颗恒星相互环绕 它们的质量很大 形成整个星系的中心 第三颗恒星比林星是围绕着中心旋转的 所以并不像小说讲的那样会产生混沌 有趣的是2016年8月24日 欧洲南方天文台发现了比林星的一颗行星 命名为比林星B 而且这颗行星正好处在宜居带内 当时大家欢呼雀跃 以为人类找到了第一个太阳系外的可殖民的星球 没想到才过半年多 就给大伙帮头一棒 2017年的3月24日 智利的阿卡塔玛望远镜 观测到比林星的亮度 在10秒内突然上升了1000倍 这是比林星的太阳要弯大爆发 而比林星B所承受的辐射足以摧毁行星表面所有的液态水和大气 说明比林星根本不适合生命生存 人类移民宇宙之路仍然任重道远 限制性三体问题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应用研究 就是拉格朗日点 拉格朗日点是限制性三体问题的五个特殊节 太阳和地球作为两个大天体 在它们周围会产生五个制心 如果有第三个小天体 比如说航天器 质量相对于太阳和地球来说 可以忽略不计 它就会因太阳与地球的引力 而永远保持在拉格朗日点里不动 当然我们说的都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因为太阳系里还有其他的天体 在三维空间内 情况远比平面计算要复杂得多 但是事实已经证明了 卫星在拉格朗日点上只需要很少的动力 就可以维持很多年 美国NASA的威尔金森微波各项异性探测器 WMAP 现在就在地日的拉格朗日二点上工作 不久后准备发射的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 也准备放在拉格朗日二点上 所以说三体问题的研究意义重大 从庞加莱着手研究三体问题开始 一百多年过去了 人类仍然无法解决三体问题 1893年庞加莱加入了法国精度局 参与统一全世界时间标准的工作 一百年后天文学家雅克拉斯卡也加入了法国精度局 他使用计算机模拟太阳系的运行 继续研究太阳系的稳定问题 原来这里面还是有传承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 如果每一亿年太阳系就会产生混沌 45亿年里太阳系应该产生过多次的混沌 我们都知道距今42.8亿年前 地球上产生了生命 如果太阳系乱掉了很多次 那么地球上的生命根本就不会存在 所以理论上太阳系一直是稳定的 40多亿年的稳定和1亿年就会产生混沌的计算 这个悖论至今仍然无法解释 有人尝试着给出过一种说法 太阳系可能并不是一个N体问题 因为太阳的质量占全太阳系总质量的99.86% 所以太阳系可以看成是一个大天体 与N多可以忽略不计的小天体的问题 所以太阳系是稳定的 但是这些都只是猜想 没有人能给这个问题做出结论 2009年6月11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 刊登了拉斯卡的重磅文章 水星火星金星与地球碰撞轨迹的存在 拉斯卡宣称 他用计算机一共进行了2500多次模拟运算 存在着1%的可能性 木星的引力最终会在某一天毁灭地球 也就是说太阳系到底是不是稳定的 直到今天仍然是个谜 最后我再发点感慨 人类为什么这么迟迷于研究三体问题呢 就好像我们的祖先希望了解 为什么会有白天黑夜 为什么一年会有四季一样 我们渴望超越繁星 就是想找到这个宇宙运行的基本规律 因为好奇心促使我们无论如何 也要逼近那个终极的问题 是什么创造了宇宙 又是什么创造了我们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聊